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说你要研究这个社会的结构 第一个你要认识每一只鲸豚 是谁啊 阿狗阿猫小华小明 所以个体辨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大赤鲸研究最多 因为大赤鲸让它尾巴这样举起来的时候 你注意看 这每一只呢 就有一些白白黑黑的这些不一样 所以今年的二月份 在我们蓝宇呢 有一不知道有没有听说 有一个妈妈带一个小孩出现了 我们的心都很兴奋 想说糟糕 看听了一天 结果第二天还在 我终于忍不住了 找了我的好朋友 找了三个人摄影师下去 因为当地的那些人 他们传的影片什么都是看到 大赤鲸拱背 看到他的头 都没有人特别注意去拍尾巴 所以各位同学 以后你同学如果碰到说记得 除了拍头拍很漂亮以外 尾棋 举起来那一刹那要拍到负面是非常重要 拍到你就知道他是谁 就可以进入国际上的这些资料库 就可以知道是谁 在什么时间地点在哪里出现 这就是大赤鲸 那么在虎鲸呢 Ketewell呢 重点是在背琴下面这块斑 我们叫鞍斑这块 那颜色有不同 形状也有不同 所以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蓝鲸也是看它背琴附近的这些花 斑驳啊 花纹啊背琴的形状 那么这是研究Ketewell在西雅图 那个地方很有名的 在各位看电影《威京闯天关》 那女主角或者是那小孩会说 哦那个是J-Pod K-Pod 是某一个Pod就是一群 他叫IJK都有命名 他们看这些就可以认出谁是谁 那么另外一个呢 很重要就活组织采样 叫做Biopsy Sampling Biopsy呢 在他身上拿下来一块肉连着皮呢 就可以去分析说 他身体的譬如说 他的皮下面就是油 这个油呢是由吃什么样的食物 他吃什么样的鱼类组成的 或者是在下面的肌肉拿到 就可以做DNA的分析 知道这只动物呢 他可能是他的DNA的组成 基因组成 他可能是他的父母亲呢 或是什么来自于哪里 大家看看 这是比较传统用一个弓箭 我曾经也买了一个年轻的时候 希望来做我根本就拉不开 找了我研究是最强最壮的男同学 他以前是到海边 到港口帮人家背东西要赚那个钱的 只有一个人 只有那个弦拉得开 其他我们都拉不开 那么他这个箭的前面呢 可以看是这个样子 像这个空管子可以控制深度 像一个空管子 打到这里就会挡住 多深再取出一块肉出来 那么现在进步了 可以用来福枪 来福枪 这个我知道我们杨老师 很有兴趣做这个研究 所以各位同学 有兴趣的可以跟他联络 这个Resource Dolphin 这是我的学生林静怡同学 在早年在花莲实体 有关Resource 那后来又有一个余心瑜博士 刚刚完成博士论文 就是一直照相一直照相 每一只你可以看到 这贝奇上面花纹非常的不同 就可以认出 认出他叫什么名字 那这个就是野外的资料 比如说像这个就是 几月几号 那边就是海豚的名字 OK 海豚的名字 然后这只出现呢 谁跟谁 比如这一天就看到好多只 这只这只这只出现 这个这个这个出现 那由这种原始资料呢 你就可以套入一个数学的公式去算 这是海豚的名字这么多 谁跟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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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系数 有一个系数 叫做Coefficient of Association Index COA 就是看这个系数呢 越大的话呢 就是出现 这三只是好朋友 这几只 这几只 那有些关系比较遥远 所以像各位上次看影片的时候 就看到像有些雄性很喜欢形成 Alliance 有没有 雄性两只两只 这两只呢 本来是不怎么样 或者是说 有个女生在那边要抢老婆的时候 就开始有敌对 两个就在那边 头对头 有没有 嘴巴对嘴巴在那边 在那边Fight Fight完 当这个胜负揭晓了 或者说这个资源 这个female已经没有了 他们又变好朋友了 OK 好 接下来 讲婚配制度 Mating system 这讲动物行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Mating system 在鸡屯世界里面 它主要的是叫Promiscus 就是杂交质 并没有义夫义气这么多 可是只有吃乌贼鱿鱼的 就是像Spawn whale Spawn whale Pilot whale Kid whale 不一定 就他们就比较有义夫多气质 所以上司记不记得 我们再讲 这个Spawn whale的男性 虽然他生理成熟 可以当爸爸的 有产生精子 可是他娶不到老婆 他要一直熬一直熬 熬到他长得很巨大 身体很强壮 有一天他得到青采 一下子就一堆老婆 就跟他在一起了 就会是一夫多妻质 Polygenous Poly就是多 多妻的意思 一夫多妻 一般你吃鱼类的都是杂交的 OK 那接下来讲他的攻击 在群体生活里面 除了很快乐的事情 但也有一些争执或者是攻击 那我们就看看 譬如说看到他上下拍尾 这是一只Kid whale 但大士巾也是一样 就是上下他这个tail tail flapping slapping 或者是flapping 这样一直打 我记得我第一次 我们团队在花莲 看到这个虎晶的时候 也有拍到 虎晶就在我们船旁边 就这样一直拍 一直拍 那我们船上有文学家 很有名的廖宏基先生 他写文章写得很唯美 他跟我们招手 跟我们传达什么东西 写了半天 我也不知道 我们科学家就比较呆板一点 没有想像 但是后来去查文献 就发现到 当他这样拍尾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种威嚇的动作 威嚇 然后告诉你我的存在 我在这里 你不要冒犯我 也许他会觉得这是我的领域 ok 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些行为 威嚇的信号 威嚇的信号 ok 好那接下来 还有他种类竞争的时候 当然不外乎竞争食物 竞争配偶 一般来说 就食色性也 两个F 一个竞争食物 竞争配偶 那么要竞争食物的时候 当他碰到的时候 就是推跟撞 他们身上也没有很多的武器 大概胸肌也固定的 就是用他的身体去 或者头去撞和推 那么要竞争配偶的时候 像露脊鲸 露脊鲸 基本上比较温和 很大的一个身躯 你看到他平常打单 那他有一只female在 在发情的时候 就会一堆熊性 二到六只围着他去推 熊性直接用推 用头heading 就是头撞 那慧筋也是一样 好那有时候看到牙齿会咬伤 那这个有牙齿的这个种类 它才会这样 像这spin whale 或者是一脚筋 用他的长牙来刺 这个就比较多 所以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身上 可能有伤 还有牙齿会折断 那么两性异型 这边特别讲就是说 在一些生物里面 男生女生 身材差异很大的时候 男生女生 身材差异很大的时候 这时候就比其他倾向 男性雄壮很雄壮的 他就可能是一次就可以得到 吸引很多的太太 就会一夫多妻 那么追求雄性的策略 我们来看一下 一种叫赤膊战 就两个碰到雄性的彼此 direct comeback 直接的撞 退 刚刚前面讲的 直接打起来 第二个他没有打 可能是利用他的第二性针来吸引 譬如说 像虎筋的背棋 特别的高耸 或者他头很大 或者是像一脚筋的牙齿 特别长 或者像慧筋的牙齿 也是雄性的牙齿 在中慧筋 这个旁边就长出来很漂亮很大 那么就会吸引 用第二性针来吸引雌性的注意 甚至于最后最有趣的叫 尖音子竞针 我以前常讲就是像 right whale right whale 它那么大 我以前在加拿大看到的时候好感动 看久了就觉得很无聊想打瞌睡 因为他就很温和慢慢的动慢慢的动 接下来旁边来 这边好像一个海上一个漂浮的巨雾 在那边这样搓来搓去这样移动位置 很温和 那怎么回事呢 后来看书来说 他要竞针老婆是凭借的精子竞针 就是交配的时候 所以他的稿丸在做解剖学的时候 他的稿丸特别的大 我记得好像上盾吧 上几千公斤 那虚晶里面基本上都很温和 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大赤晶 大赤晶就比较明显的唱歌 他会这样撞一下比一比 那大赤晶的居然他的稿丸 也就相对的大小比例就比较小 这蛮有趣的 好 接下来看看照顾 照顾小孩 照顾小孩比较特殊的一个 让第一个就是尾巴先伸出来 因为他在水里面 头要掀出来就会淹死了 第二个呢 很有趣的是说 有一些social的species 他们有群体的 他会有一些阿姨 阿姨在旁边帮忙 譬如说把旗带咬掉 或照顾 尤其是这样spawn whale是特别的 妈妈要spawn whale要打猎 潜水潜到很深的地方去找东西吃 然后再回来 所以呢 那小宝宝不会跟着下去 会在水面上 那阿姨就帮忙照照顾 所以通常都是远洋深浅的物种 就是他要下的潜水潜得很深 那其次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顶浮行为epimeleptic behavior 就是好像浮着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好 这个先说他这出生是尾巴先出来 这个就是小宝宝 就跟着妈妈这样游 这个叫顶浮行为 也就是说小宝宝呢 可能不舒服啊 或者有时候生病啊 干嘛 那个鲸豚就会这样顶着他 顶在上面 我们的学生研究生 曾经在宜蘭呢 就看到瓶壁海豚 有一只死掉的死胎 然后有几十只在那边 然后他们就轮流 一直顶一直顶一直顶 就好像想把他顶着再救回来一样 顶了好久的一个小时 回来每个都好难过 那所以曾经有人说 这个海豚好像会救人 曾经有人快溺死的时候 那就被这个海豚救了 大概就利用这个姿势 就说他可能把人类当作 可爱的小宝宝 你看这只就死掉死胎 他这样一直顶他 叫顶浮行为 那么也有些人说 救一个人人溺水的时候 他把他这样顶着 就可能把他救到路上来 好那么育幼呢 讲到抹香精 有一个很重要 叫communal suckling 就是好几个妈妈 他们都聚在一起 所以他平常会有nursing group 就是nursery group 就是这个哺乳群 好几个妈妈在一起 那这幼儿呢 他可以不是只有吃他妈妈的奶 这些朋友阿姨啊 这些都会轮流帮忙来照顾这个孩子 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行为 那么我们说过 金奶的营养非常的高 他大概三十几%以上是脂肪 所以三分之一是脂质 每天抹香精要喂他小孩 每天要哺乳20公斤 各位同学去超市的时候 买那个一公斤的那个牛奶 好大一瓶有没有 那宝宝一天要吃了20罐 你可以知道这妈妈真的很辛苦 好那随着呢 小孩子一直长大一直长大 妈妈跟小孩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低 有时候小朋友 还想要跟妈妈这个取暖 要过来喝奶 那这个驱赶行为 叫spacing function 或spacing behavior 就是妈妈就把他这样推走一点 这个越是年轻的妈妈 这个行为会比较早一点 越是年纪大的妈妈呢 就比较脾气比较好啦 或者他觉得他后面小孩的肌力比较低 就会母子的关系会拉的比较久 所以上次说过某相亲呢 也曾经有些儿 有个儿子跟着妈妈跟了十几年的 好 那么性行为 timing of sexual behavior 那我们看他交配呢 通常是在他回游 趋经类是在他回游的路上 到生产之前 或者途中就受孕 那么小型的持经 他受孕的季节性不明显 但是有一点高峰 那我们看看这个精子竞争 譬如说 刚刚已经提过了 right whale 他的稿丸呢 真的很大 你可以看到从屋外公斤到一顿都有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靠他的精子竞争 那么性行为的话 那大吃精呢 他就明显的竞争 那独占他的磁性 OK 搞玩笑 好 这边就有厨师 这是一个妈妈带来一个小孩 mother and female and calf OK 妈妈带来一个小孩 然后第一个就是第一个 primary 这第一级最主要的护花使者 escort 我们都用escort 护花使者的雄性 然后这个一对好像很完美 的文学家可以描述的 哇 这一根爸爸妈妈带着小孩 他在这个海里面遨游很罗曼蒂克 等一下被别的发现了 其他的雄性叫 secondary escort male 他们发现了就开始唱歌 一直唱一直唱 唱了之后呢 这只爸爸也不能落人后也要唱 唱唱唱他输了 输了以后就被取代 所以各位常常看到 取代之后呢 就换这一只赢的 这一只 male 陪着这母子队继续游 其他就散开 就游走了再去不想继续唱 继续再吸引 看看能不能找到伴侣 好 那么吸引行为呢 基本上就是负面对负面 有垂直的水面 也有平行的水面 这个都有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有提供一些网站 各位可以自己去搜寻 自己也可以去找 这个齿晶类的性行为也是一样 基本上交配的时候 是直立的或水平的 那有一个很特别的 记得一下 球偶 当你在海面上看到两只海豚呢 他有这个同步的行为 同步的service 一起这样游 要上来 要转弯 这样的时候 通常他要不是 两个雄性的alliance 如果不是那样 就是他在求偶 一男一女 还有跃身极浪 一起这样跳上来 或者棋碰棋 因为他们没有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两只很轻轻的碰到的时候 胸提都轻轻的碰一下 这样两只手 轻轻的这样碰一下 也就像我们的握手 或者表示清热的意思 你看这边就有两只在后面 OK 好 那最后一张玩耍prey 玩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朋友说 我儿子真皮 会喘祸 我都说恭喜你 越聪明的动物 他就需要 需要去 有一些创意 去玩一些东西 所以人类都很爱玩 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动物行为里面 常看到很多野生动物 他的玩 其实对他的生命的发展的过程 是很重要的 尤其他未来成熟的 需要的一些行为 不管是交配 不管是去打猎 这些他都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学习的时候 就那个行为很像 可是又不见得 他会完成那个目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常常都是大的 成体带着右体之间 譬如说 Bridge 要怎么跳 小宝宝 他就小的 就会跳了八 一个小子跳了八十次 你不看 比如说带小孩 他常常重复做 你就觉得 都快昏倒了 真是无聊 他就觉得很有意思 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练 Rolling upside down 就是把肚子这样翻过来 要交配 另外一支也过来 这样试着摩擦一下 这样练习交配 这些都是他玩 那么 Area lips 在空中的跳 spin 旋转 或者bowriding 在船 船手 船手在那边 在那边玩 他常常都是要练习 跟social 跟sexual behavior 有关的 甚至于就以前提过 他的penis 这个雄性的 阴晶 could be both tactile and sexual organs 就是说 他是一个可以触摸的 打招呼用的 也可以是真正进行 生殖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就是玩 沟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上次的影片里面 可以看到 他有介绍那个小的男生 雄性的海豚 常常就不见了 还很小 要不外面去周游列轨 所以回来其实有很大的危险 影片里面专家也有说 为什么这动物 这小的海豚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去外面这样周游呢 原来是他要去认识其他不同的个体 先认识一下social一圈再回来 那这些个体对他未来的发展 是很重要的 不知道各位同学 有没有感受到 所以趁你们年轻 多交点朋友 这个social connection 是蛮重要的 ok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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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